為什麼槍擊案最近都發生在新北 它不是在桃園也不是在台中 報告議員這幾件槍擊案它都是有針對性的 別的地方可能也會發生 局長說得好 如果有針對性的話 是不是黑到看不起新北市 是不是黑到看不起我們侯友宜市長 中央雖然有訂一些辦法 就是所有的模擬槍 模型槍的改造 有一些辦法 但是訂的不過桌前 中央面對這個應急 趕快迅速調整步 不然槍擊案還會再發生 還會再發生 所以源頭最重要 不要你會練成 激成猴然 中央跟地方我們都要一起努力 新北市針對我們要做的也要 我們自己也要單其該單的這個